其實自從蝦仔是整套去用後 皮膚是變得更好 因為它之前保持有濕疹 現在是季節性才會爆得比較強 蝦仔已經是用到會自己拿支spray來噴 我全屋是放了很多不同的濕疹膏 但真的只有萬世劉登AD系列才有用 我全家都是AD系列的重度用家 是我家必備的止痕神器 大家可能對萬世劉登AD都不陌生 因為他是日本No.1的抗敏子氧專家 整個系列都不含色素類固醇成分 很溫和 是針對光燥、含氧、敏感、濕疹肌膚用 連小朋友都可以用 蝦仔就是靠他來對抗濕疹 AD現在真的陪著蝦仔成長 有時他看到我們自己紅了一塊塊 他就會像管家一樣叫我們塗AD 因為他真的可以粗一下子氧舒緩和急救降紅 他整個系列是有潔膚乳、Lotion Cream和Spray 我是根據天氣情況而給蝦仔用的產品 平日保養就一定會用潔膚乳和Lotion 但如果急救或天氣真的很乾、濕疹爆的時候 就會加上AD Cream和Spray去用 泰國之類真的超級崩潰 因為蝦仔全身爆濕疹、加熱疹 完全我預料不到 這也是我自責到想死的一件事 我恨到自己死了 幸好可以用AD按住 因為真的太熱 他不停出汗 那些疹子就不停出 所以我就不停跟他噴 晚上洗完澡,塗完Lotion就噴Spray 然後再厚敷AD Cream才給他睡 其實自從蝦仔是一套去用後 皮膚變好了 因為他之前是保持濕疹 現在是季節性才會爆得比較厲害 洗澡的時候我就會幫他用這支潔膚乳 它是沒有香精也沒有做的 它洗完乾淨得來 它還有24小時的長效滋潤 日常洗完澡就會塗這支Lotion 留意啦 小朋友每天洗完澡一定要塗Lotion 不可以懶 作為乾燥敏感肌就很明白 你一懶就很容易失去皮膚的水份屏障 這支都很清爽、很容易吸收 亦都夠保濕 防止癢養得來也不會黏痴痴 所以我們全家人都是塗它的 但是你總有些特別乾燥或敏感濕疹位 就塗這個AD軟膏做急救 它這支叫做日本No.1國民級的止癢膏 它止癢得來同時可以消炎和口滋潤 皮膚敏感又或者很乾燥 我都會用它 但是濕疹敏感發起上來就真的猜不到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碰它 因為你的手是很骯髒的 如果在你過敏的時候 你再碰它就更加嚴重 這支Spray就出場了 它裏面有五種酸敏成份 可以舒緩五大敏感症狀 蝦仔已經是用到自己拿Spray來噴的了 我媽媽是長期帶著這支產品出去的 其實這個AD不單是在你皮膚出現狀況的時候 才可以幫你急救 它是可以平時幫你修復皮膚屏障 防止你反覆發作 其實蝦仔的濕疹是真的很久沒有發作的 大家提片都看到了 是突然間一去泰國 天氣轉變太厲害 就爆得很厲害 幸好幸好 臨出發前 婆婆就挖了很多AD膏 到小瓶帶去 才可以馬上跟她做一個急救 萬壽頓AD系列 是我家必備的止痕神器 我都介紹過很多次 我都介紹過很多次的